第一步當然你就是Google一下 或者你直接點這個網址也一樣 點進去也是一樣樂透雲 我是建議如果你這部分進度快的同學 你可以再做其他練習 反正多練習幾遍 再久了之後就熟能生巧 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 就是熟練度問題啦 熟了之後其實很多動作就蠻快的 但如果你不熟就變成你要慢慢弄 其實工作效率自然就沒辦法提高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在裡面大概就是把東西分別 早期好像他48頁 不然他後來分頁 不管他有幾頁 反正有幾頁你就寫幾個回圈 他就自動幫你把結果給跑下來了 OK 然後再來就錄製聚集 所以未來有機會 工作裡面只要有遇到需要重複做的 就盡量多練習那個錄製聚集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題的重點就是 錄製聚集然後再加上 修改修改VBA OK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在外面包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16 另外的話呢就是 讓他知道說我們要下載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回圈 加這個邏輯判斷 那回圈邏輯判斷好像前面都做蠻多的 主要就是 其實這些東西大家以後都會遇到啦 回圈 邏輯判斷反正都是 前幾次上課的時候講到的東西 其實後面都會一樣 用類似的方法去 把 需要的結果給做出來 所以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 這些東西 當然最後下載下來之後 可以再用那個排序 把不要的部分刪掉 然後再利用什麼利用那個 這邊可以把它 Ctrl鍵按住 拖拉一下 1到6 然後把 有不要放 記得不要選整籃 因為同學好像蠻習慣的整籃 你就選 你要剖析的部分 所以Ctrl鍵向下 然後利用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剖析部分的話呢 就是剖析豆點就可以了 然後告訴他說 你要放到 第2 按完成 並且把這一籃給刪掉 因為這一籃就多餘了 最後呢全部一起 籃框調整 當然你可以從 常用裡面有一個自動調籃框 但是我的習慣是 如果你要 快速調籃框的話 其實就是選 A到H 在他的其中一個 一條線上面 快點兩下 哪一條都可以 中間這其中的點兩下 他就自動調籃框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我們要的 資料已經匯整了 OK所以第1個完成了 那 之後的統計分析 那我要統計什麼 也可以拿這個 複製一個好了 拖拉統計分析 Ctrl鍵按住 然後就一個統計分析吧 不過我們機率大概就是 100 就機率啦 所以不用分年 就是全部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給他一個機率 然後排名的話重新排一下 有沒有然後 然後底下的號碼 他好像 樂透才是到 42 那我們這個是到49 所以機率的話你就把它算到49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想要算 這個大樂透的機率的話 1 就是把名稱定義好 所以大樂透 這個範圍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游標放特別號 放B2 Ctrl-Shift向右 向下 那這個範圍我取名稱也許叫什麼 叫大樂透好了 這樣比較 比較好記喔 大樂透 Enter 再一個Enter 這個範圍 是不是少選 看一下如果 確定的話 到公式的名稱管理員 裡面看一下 好啊這邊有個大樂透 看一下範圍 少選 少 那把這邊改成 H就好了 有沒有他現在 只有選到 G欄嘛 H欄沒選到 打個勾 OK 基本上在看一下 對 有選到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統計分析我們就可以了 把這邊 名稱改成什麼 直接改大樂透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其實 一樣的公式 康義福 幫我去大樂透裡面找找看 裡面呢 如果是 A21號的有幾個 OK 然後呢 在大樂透裡面呢 全部的號碼裡面 總共有幾個 那一除之後的話就是他的機率 所以其實 公式跟前面一樣 向下填滿 然後呢 不過好像填滿到這裡 向下再拉一下 所以萬分之多少 看起來好像 其實差異並沒有那麼大 不過呢 但是還是會有差異 有一些 比較高 有一些比較低 那我們可以利用那個 RANK EQ 幫我去把那個 結果排名給算出來 RANK EQ 統計裡面的RANK EQ 前面用過 這個號碼 在 這個 Ctrl Shift向下 這個範圍裡面 不過可能要把這個範圍鎖起來 F4兩下 就是 他的 機率 在整個裡面排第幾個 排第9 按確定 其他的話呢 自動幫我排出來 當然 格式化 我想自己再改一下 我最後 最後只是想要 把前期名給查出來的話 你可以拿前面的那個前期名的 不過你現在按他 那個位置不一樣 所以呢你可能需要怎麼樣 拿這個前期名的程式 去做什麼 做修改 所以 Module 1 裡面有個前期名 那我就拿這個 Ctrl C 底下 Enter 一下 把它改成 叫前期名 後面加個大樂透 大樂透 名稱不能一樣喔 不然的話會搞混 只是說 這裡面的公式基本上一樣 只是說位置 這個應該一樣 然後呢這邊的排名應該是 C欄 小於 應該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我就 把什麼呢 把那個 A欄 的號碼 call到 這邊是 F欄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D欄 有沒有 然後面一樣 K等於K加1 基本上陳色寫完了 所以其實 你可以拿其他範本 來修改一下 以後如果有遇到類似的 狀況 那你就可以參考前面的範本 其實很多地方 大概邏輯都相似 你要 懂得拿別的地方的城市來改 那我們來看一下F8好了 我珠航跑一下 他就一個一個幫我跑 這個不是 那我這邊 這個就是了 這個是小於等於 2號碼 幫我搬過來 2號搬過來了 下一個 然後再來一直往下 所以呢分別 這邊 執行一下 再來就是 哪一個號碼呢 8號 8號 這個應該是 第1名 8號 所以把8號搬過來 又一個 OK 那一直可以推 其他的話 我就讓他全部跑完 執行 不過 這邊你會發現 前7名 最後的結果 有8個 為什麼 我剛看一下 好像那個 31 跟41 他們是同樣的機率 所以都是第7名 他列出來 變成兩個第7名 兩個7名都 一起過來了 OK 那最後的話 順便講一下 這個地方 我想前七名上禮拜講過 應該沒問題 但是我剛有提了 如果你今天希望 按照那個 排名 第1名先放 再放第2名 依此類推 放到第7名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改 按照順序 所以關鍵的地方就是 這個地方 7 也就是說 你可能需要 再多加一個回圈 那那個回圈的作用就是說 他 就是第1次先抓1 然後判斷如果等於1就抓1 第2次抓2 第3次抓3 一直抓到7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需求 我希望抓1到7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K的這行下面 多增加一個回圈 因為我要重複 1到7 那 I用過 所以你用追 追等於1 空一個1到7 Enter兩下打個NAS OK 然後呢 我要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就把中間下面這個回圈 搬到這個裡面來 因為我要 先抓什麼 按個TAB 因為他是他的下一層 OK 那也就是說呢 我先抓一個1 然後呢 去判找1 再找2 所以你可以 再把這個程式裡面的這個7 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追 然後不用 這個 直接等於就可以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第1次 他會先抓什麼 抓1 放在這邊 再來換下一個 抓2 再放到這邊 抓3 一直抓到7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基本上喔 我剛剛提的那個問題喔 其實說真的 只有多增加一個回圈在外面 其他 都沒有增加 還有改個地方 改這個地方 所以特別注意喔 所以其實程式真的不多 不用多啦 最重要的是要寫對 如果你那個邏輯觀念 通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這個寫完 我不確定對不對喔 我們來先把這個範圍先清除 然後呢 再來就是 讓他跑一下 跑的話 基本上我 主行跑 跑看 追的話先抓1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等於1嘛 然後進到裡面 一個一個幫我檢查 如果是1的話呢 再把資料調回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他這個 程式可能會跑比較久一點點 把它執行 那什麼時候會是 第一名呢 8號 有沒有 第一名 扣到哪裡呢 扣到這裡 扣過來 8號 OK 然後 K等於K加1 不過你會發現喔 他基本上好像還會繼續檢查 所以其實喔 理論已經找到了就應該跳開了 所以喔 如果你已經找到如果你希望程式快一點的話 這邊可能可以再加一個 Exit4 離開這個回圈 不過其實不加好像也沒差 因為現在電腦跑太快你根本沒感覺 有加沒加 因為他 跑全部跑完了啦 所以 差那個 整個人是差個萬分之一秒 感覺不太出來 所以這個可加可不加啦 不過未來你大概有個觀念就可以 然後其他的話呢就分別 讓他全部跑完好了 OK 那你會發現喔 第11名是第2 有沒有第11名看一下是不是 第2 11 翻過來 第3的話 第3在 28 第3是不是 往下找一下 第328 也沒錯 所以他一個一個的幫我把名次呢 逐一的放過來 看起來應該是完全就正確 反而我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不會用程式的方式來完成的話 那恐怕你就是要人工啦 人工的話有時候反而自己用人工來做 其實 反而有時候人會累啦 累的話可能還會做錯 但電腦如果你邏輯對的話 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可能出錯的機會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來試一下基本上 直接跑的話 他基本上應該也在瞬間就完成了 對不對 馬上可以完成 基本上的話呢這邊就是 就是多補充了 第一個把大樂透資料抓下來之後 把這個範圍 就是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定義一個名稱叫大樂透 然後呢再利用什麼呢 我們前面做過的先把機率 算出來 排名算出來 並且把前期名稍微完成 畫面現在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這部分的話 等於也是延伸那個 就是 上個禮拜的部分 再把它補上 然後等於是 這樣的話 我們很快就知道說 大樂透歷史 他歷年來呢 開出來號碼 其實 第一名就是8號 第2名的話 就11號 28號 2號 15號 41 30 31 所以如果說 你可能有定期在買那個大樂透的話 也許你可以把這個號碼當參考 話你們我要去買那個 3號 5號 多噴 5號 1號